公元637年 唐太宗李世民已经做了11年的皇帝 遥想当初 他在玄武门发动政变 踩着哥哥和弟弟的鲜血 当上了大唐的继承人 那绝对是一场关乎性命的赌博 好在李世民赌赢了 他成为了大唐第二位皇帝 而历史上也得以流传着 关于他的传说 人生哪有多少11年 李世民在这些年头里 不仅坐稳了皇位 而且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贞贯之治 也成为了封建帝制时期 少有的鼎盛盛世 江山已故 盛世已成 李世民进取的心也逐步退却 在这一年的11月 38岁的李世民寻姓洛阳公 皇帝寻姓 百官自然要想办法 争取一波存在感 投其所好 那是一项技术活 而很多臣子就把主意打到了女人身上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 李世民怎么着也没法例外 有一位臣子就向李世民上奏 说武家有女初长成 年仅14岁 那叫一个水灵灵 旧堂书中则用了三个字来形容 容止美 李世民听闻之后 春心蒙动 不顾年龄之差 便将武则天照入后宫宠幸 还将其封为了五品才人 赐号五妹 从这里我们也能推断出 武则天的容貌 在当时应该能称得上美如画 要不然 在美人众多的后宫中 他根本没有机会让人多看一眼 更不会有后面唐高宗李治 对他爱的死去活来 只是让李世民父子都想不到的是 这个五妹的女子会将大唐拦腰斩断 他以女子之身登基称帝 改国号为州 如果武则天之后继任的皇帝 不是李唐王氏 那么大唐在这时候就已经灭亡了 武则天当了女皇 自然要彰显自己的权势 男皇帝有的他都要有 所以他便在后宫养了一大堆男宠 可是当他第一次宠幸和尚薛怀毅后 为何会激动到难以自拔 这背后的原因太现实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不分男女 无论长幼 您还别说 有些人天生就有优势 完全可以靠脸吃发 如果武则天是漂亮的代名词 那么薛怀毅就是英俊的活力子 薛怀毅原名冯小宝 一无名二无钱三无背景 爹妈去世的又早 他只能流落市井 以靠卖也未生 毕竟这买卖不需要什么本钱 只需按时进山采药 可谓一本万利之买卖 虽然生活很苦 但冯小宝却逐渐长成了一个身材魁梧的英俊小伙 堪称是一表人才 再加上他整日混迹在市井之中 同他打交道的人又多又杂 他又慢慢掌握了察言观色能说会道的本事 在兜售野药时 冯小宝遇到了一位大户人家的婢女 两人会快偷偷滚起了床单 侍女为了寻求快乐 逐渐变得大胆起来 甚至还将冯小宝偷偷带进了主人家里私会 不巧的是 侍女的女主人正好撞破两人羞羞的感情 这位侍女的女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在武则天清洗礼堂宗室时 为了自保 而主动当了武则天干女儿的千金公主 气急败坏的千金公主 命名侍从将冯小宝与婢女带到正厅 想要惩戒一番 可当她仔细审视冯小宝之后 立即改变了主意 不仅没有开罪于她 反而将她带到了自己的寝宫 两人腻味了一段时间后 千金公主觉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既然冯小宝如此有本事 那就该让更多的人快乐 确切的说 是应该让寡居多年的干妈 武则天快乐快乐 为了讨好武则天 千金公主便将其献给了干妈 直言此人有特长 恳求武则天一定要见一见 武则天这辈子见的男人多了去了 千金公主的美颜倒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于是便在后宫召见了冯小宝 这一见还真不得了 身强力壮 身材魁梧的冯小宝 瞬间征服了寂寞多年的武则天 当晚冯小宝就被武则天留宿宫中 激动到难以自拔的武则天 似乎一下子找回了年轻时的妙不可言 此时武则天还没有登基称帝 他的后宫控贺间 还没有大张旗鼓的建立起来 所以这事还搬不上台面 为了避免外人察觉 和让冯小宝自由出入进宫 武则天便让冯小宝削发为僧 进而为他改名为薛怀义 还让太平公主的丈夫薛少 任其当继妇 这样一来 薛怀义就直接被漂白剂洗白了 不仅有了身份 还得以自由出入进宫 即便是武士猪王见了他 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 薛师 仗着武则天的宠爱 薛怀义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甚至连大唐的宰相 在他面前都得低三下四 此时 谁又能想到 曾经的薛怀义 只是市井里的小货郎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世间再无逢小宝 有的只是薛怀义 那个脑瓜被晾的假和尚 在武则天登基称帝之后 他的控贺间慢慢建立了起来 身边的男宠自然也就多了起来 武则天则慢慢移情于御医审南求 将薛怀义晾在了一边 只是此时的武则天 再也没有了第一次宠幸和尚后的那份无法自拔 武则天的一生有过太多的男人 每个男人都给了他不同的人生过往 李世民给了他机会 李智给了他宠爱 而薛怀义却给了他少女的快乐 无论是李世民还是李智 在与他们的感情中 武则天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他只是在被迫的接受命运 甚至与李智搭上关系 也是为了他心中的那份不甘心 至于爱情纯属奢侈 但是薛怀义却不同 他是武则天位高权重 有了充分选择权之后 接触到的第一个心动的人 更何况他还出现在了武则天 最为孤寂的时刻 给了他最为美妙的快乐和精神慰藉 这就好比我们一直在命运 推丧着向前走 可有那么一天 我们却有能力反过来驾驭命运 这份激动着实能让人无法自拔 可武则天一直在孤傲地向前走 这也注定了薛怀义不会是他后半生的唯一 可悲的是薛怀义却始终认为 武则天对他的需要会永不衰竭 武则天有了心难宠之后 薛怀义便渐渐的扭曲了 心怀怨恨的他 竟然放火烧了洛阳内最为高大的两座建筑天堂和明堂 要知道天堂可是武则天用来与天沟通的御用礼佛圣地 在薛怀义的一把火之下彻底化为了乌有 烈火熊熊 神都洛阳夜如白昼 这场火一直烧到了天明 火光熄灭 漫天飞扬的灰烬还带走了薛怀义的性命 薛怀义最终还是被杀了 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只是不知道武则天还会不会想到 初见冯小宝时令他激动到无法自拔的那个夜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